Hello,大家好,我是春秋军 今天咱们聊一聊我国著名的画家 徐悲鸿年轻时的事 也就是他和前任妻子蒋碧薇的感情纠葛 想必大家对徐悲鸿不陌生吧 他是我国著名的画家 他的背马图名扬天下 他还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学家 他是一个多产的画家 一生创作了上千件作品 同时年轻时又是一个多情种子 至少和三个以上的女人有瓜葛 他的第一位妻子名叫蒋碧薇 蒋碧薇最初有未婚夫 名叫扎子涵 小伙子的父亲和蒋碧薇的父亲是好朋友 就在蒋碧薇要结婚的时候 此时徐悲鸿和蒋碧薇的伯父蒋兆兰是好朋友 徐悲鸿就成了蒋碧薇家的常客 徐悲鸿比蒋碧薇大四岁 长得一表人才又会画画 一来二去 徐悲鸿和蒋碧薇就产生了感情 不过二人恋爱的事埋过了蒋碧薇的父母 也就是在蒋碧薇和他的未婚夫 扎子涵接婚的前两天 大约是在1917年的春天时候 蒋碧薇为了抗婚 徐悲鸿就带着蒋碧薇私卑去了日北 二人在日北举行了婚礼 这一年蒋碧薇18岁 徐悲鸿22岁 多年以后 蒋碧薇的父母才原谅了二人私卑的行为 到了1934年8月 二人在日本旅居 17年以后 带着一双儿女回到了国内 徐悲鸿在北京国立大学教美术 期间他和自己的女学生孙多慈 产生了超越师生的感情 说实话 徐悲鸿很喜欢孙多慈 以他为模特画了许多作品 但是孙多慈的父亲 却反对女儿的恋爱 毕竟徐悲鸿是有夫之妇 父亲就匆匆把女儿嫁给了 时任浙南政府教育厅厅长徐少帝 棒打鸳鸯的事出现在徐悲鸿的头上 他也尝到了失恋的痛苦 然而这是徐悲鸿和蒋碧薇的婚姻 却亮起了红灯 原来蒋碧薇早就发现了 丈夫和女学生之间的失声恋 蒋碧薇痛苦万分 想到了离婚 就在这时 徐悲鸿的好朋友张道帆 经常到他家来玩 张道帆也是个画家 他和徐悲鸿的关系很铁 和蒋碧薇无话不谈 慢慢就了解了他们之间的事 有一次蒋碧薇 为张道帆自己该怎么办 这时蒋碧薇和张道帆 已经超出了朋友之间的关系 也就是说有了暧昧关系 张道帆说 你有两条路可走 要么做我的情人 要么和徐悲鸿离灰 张道帆是有家时的人 他的妻子是一个外国女人 当时蒋碧薇 沉默不语 到了1945年底 蒋碧薇 选择了和徐悲鸿离婚 结束了两人28年的婚姻 然后蒋碧薇 做了张道帆的情人 这一做就做了张道帆 33年的情妇 到后来张道帆和蒋碧薇 去了台湾 1952年到1961年期间 张道帆曾担任 台湾立法院院长 1978年12月16日 蒋碧薇在台北去世 享年79岁 蒋碧薇和徐悲鸿的儿女 对母亲这种行为很鄙视 做了人家33年的情妇 到最后没有任何名分 孤零零葬到了台北某地 蒋碧薇和徐悲鸿离婚后 廖静文嫁给了徐悲鸿 协助徐悲鸿工作 并照顾其生活 1953年徐悲鸿突发脑溢血逝世 享年58岁 一代恩怨就此烟消云散 好了今天就聊到这里吧 最后别忘了点赞加关注 感恩日我们再见